對 所以佳儀很厲害 是穿那麼貼身的洋裝 她的曲線還是能保持那麼好 我剛生完五個月 對 我剛生完五個月這樣很瘦 對啊 瘦 可是我發現生越多瘦越快 真的假的 佳儀的話 她的體態雖然保持得很好 但是她唯一停留的是什麼 是她的妝容的技法 她沒畫上是說比 畫上好 我最喜歡粉粉的妝 不是老明星說 資深藝人 老明星 你不要把七美錢放到哪裡去 你覺得女人我最大 歲月是我們女人的殺手 對不對 人家都說歲月不饒人 可是我覺得對我來講 歲月是不鳥人 對 完全沒有在你知道 沒有在客氣的 對 年紀一到了 就該鬆的鬆 該垮的也垮了 怎麼辦呢 兩位老師可不可以 讓我們緊實回來呢 我覺得第一位 她自己就有這樣的危機了 佑群老師 大家好 我是希望永遠保持在30歲的佑群 是 是 這一位就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功夫 小凱老師 大家好 越來越年輕 對啊 我的世界裡面沒有年齡這個東西 你看 沒有時間 很驕傲 我的心態沒有時間 所以我不會被歲月擊敗 對 不要被老擊敗 對 你的意思是說老師 不是 多的是時間 有的是時間 有的是時間 那你老話 沒有 但是我先講 我真的已經下定決心 要開始瘦了 老師 我們去年就聽到這個話 去年已經有多年了對不對 我也講這句話講非常久了 對啊 已經兩年了 現在結束 今天很多人 他們就帶來他們之前有十年的 甚至有十年前的 然後這個十年變化多少 你看看 前陣子不是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角度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角度 這好衰 就像你們講的 記者要幫我們拍多醜 對 看那個心情 就變成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這真的是很殘忍 還有一個就是你看 這個我覺得太誇張 這個太誇張了 真的 嘴巴抿成這樣子 這是光 他站在宮底下有沒有頂光 沒有 這個可能就是 我覺得這 就是一般狗仔隊亂拍 他就以什麼角度 做那種怪表情的時候 他可能拍了100張 只有這一張不好看 他就用這一張 所以看到媽媽 都認不出來你的照片 對 媽媽認不出來也太誇張了 真的 就是很誇張 沒有 那也就算了 我們弄到語錄的照片的時候 給他看 他說 自己還沒有人 他自己有拍過 哪個美的照片 是 我們先來看看 比較不嚴重的 我這個是剛出道的時候 做一個婚紗活動 你那時候比較成熟 很成熟 而且很奇怪的是 因為那時候眉毛好像都是 比較細 流行比較細 對 這很漂亮 是漂亮 剛剛好多人說像Hippie 就是可能 像這樣 對 有那個我也說會髮型以外 就是髮型遮住跟眉毛遮住 是啊 這樣有像嗎 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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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出道的時候 這個大概六 六七年前了吧 才六七年嗎 我剛出道 出道你吧 我剛出道大概這個 可是真的比較老 真的比較老 現在比較年輕 對 然後後來就變成這樣了 我覺得是髮型跟妝都有差別 但是最主要是 你看這個妝 多年輕 真的 就是有樣的感覺 但最主要是在於 鼻子 差很多 鼻子 因為其實大家看一下 我那個鼻子 這個還是 這個後面接的是這個 這個後面還是打 玻尿酸的時候 然後 然後鼻子那時候都還 有點圓圓的有沒有 可是我那時候 就是經歷了這個狀態 就是做了鼻子之後 才變得臉比較 這個 這樣好看 真的還滿可愛的 臉還滿尖的 是真的滿好看的 臉很尖 對啊 就是做完這個之後 我鼻子做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臉比較立體之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看好像嘴唇 就會變得比較厚有沒有 可是我覺得妝髮 真的差很多 照理來說應該是 這個先出來 然後 對 沒有 我們很難講 像我們這一代 你看以前的那個裝扮 都會比較老 成熟一點 對 80年代 90年代那時候 很喜歡流行那種 很成熟的妝容跟服裝 還有一個差很多 我跟你講 要恢復童年 什麼差最多 額頭 我以前沒有額頭 什麼叫沒有額頭 我以前沒有額頭 我以前側面看的時候 就是這邊是扁的 然後你眉骨是還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做額頭 我就打那個啊 脂肪進去啊 可以做 可以 我跟你講 打額頭真的差很多 所以我現在 是不是像以前 這樣子凹下去 比你還凹 我的側面是眉骨是不是 真的啊 我全部都沒有注意 你看我的那個額頭有沒有 會比較不動 會比較亮一點 真的耶 我們打亮就好啦 第一次提出 我還是一樣的 你側面那個弧度 而且你綁起馬尾那個樣子 我跟你講真的 像外國人對不對 會比較童顏 所以現在韓國很流行 這個手術就是這樣子 我有諮詢過 他就是童顏 我也是像小禎講的 就是這邊 側面看這邊是凹進去 然後眉骨很凸 對 所以這邊如果 墊飽滿的話 會是另外一個 像你的額頭就很漂亮 你額頭側面是有點 以前人家講過 扣頭扣頭那種 就是額頭有點這樣 我還想說 因為我有的時候 累的時候 就是這裡會比較 像老師這樣 會有兩個腳 特別出來 然後打額頭就是打像 有一種 他就是 那是怪弄住 然後我跟你講 真的打起來 真的差很多 那個額頭 就怪小時候 因為我沒想到 就小時候有沒有 以前大家都這樣子睡的時候 就沒有哭頭 那個額頭都不夠漂亮 我覺得額頭漂亮起來 黏黏看起來差很多 難怪你現在都綁馬尾 對啊 就是額頭做成 額頭很飽滿 是是是 來 我先喜歡 對啊 我綁馬尾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髮型師嗎 好 那我其實呢 這多久前 這個也是大概六七年前 剛出道的時候 好可愛 我喜歡他剛出道的樣子 但是我這個時候 臉超圓的 我這個時候只有36公斤 妳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40 但是我一直在更胖 但是妳看我很瘦 我的臉超圓的 都比這個時候看起來還好胖 也是 因為每次在鏡頭裡面 大家都以為我很胖 都只有照臉 所以那時候就會想盡辦法 想要讓臉變瘦 然後就先減肥 但是發現沒有用 因為我已經減到都沒有肉了 後來呢 才開始去做一些 就是美容的 然後去醫美 然後就是去打我的那個 咀嚼肌的部分 我打了肉毒感菌 然後三根的部分 也有打一點點 讓我的鼻子變立體一些些 但是我覺得人變漂亮 就是要有適度就好 因為如果說妳太貪心 對 太貪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誰啊 誰啊 就是我 有一陣子 因為我就是打太多了 我要拿謝忻的照片 我真的不想謝忻 對啊 很像耶 我知道了 就是那一次 對 去年的大概這個時候吧 是 而且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動 因為他實在是太緊了 他永遠是很緊 我記得 然後他去後台看我 他一直在哭 然後我感覺不知道 他到底是高興 還是難過 他就只有眼淚在跳 然後他只有眼淚在跳 然後眼睛好 就是很有聲 很... 對 就是你感動 新美姐也看不出來 那天是看演唱會 然後就太感動了 旁邊哭成一桶 我很像很震驚 但是我只有眼睛在掉 掉了一樣 然後後來呢 為了要改變這個狀況 我就只好去撿留他 我在笑啊 不高興啊 什麼就是這樣 別人都會覺得我那陣子很兇 但其實我是 我沒有惡意 我也沒有兇 我就是太有神了 對 打太多 對 打太多了 對 對 就是 有的時候表演的時候 像戲劇 對 其實那個表情是很重要 對 對 所以打太多是不是就是 我要萬一要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他們 國外的明星啊 他們都不再打這邊 他打要提的話 因為有些人是要用這個眉毛 去提你眼睛的肌肉 有些人是這邊肌肉無神 無力 所以他一定要用這邊提 那會不會你就覺得說 有抬頭文我就要打這邊 對 可是你打這邊演戲 你就不能做表情 對 他們就打這邊一圈 利用這邊提上去 可是你這邊還可以抖 就是打這邊一圈 然後這邊也會提上去 但是你的表情都還可以抖 打後面一點 那我打錯地方了 我打後面 這個是我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今年 所以其實 生完第一胎就是前一年啊 可是我想要給你們看 我以前的照片 那比較好笑 我看剛出道好了 通國小姐 你別動 真的看到嗎 這時候17歲 17歲 剛滿18歲 然後繼續選中節 17歲 對啊 環球 環球球 對啊 你要看下一張 Michael Jackson 對 你在哪兒 他那麼白 你還看不出來 他白得整個像草皮膚一樣 台灣的中國好不好 那就是代表台灣出去比賽的時候 在1995年 這個是我高中的時候 天啊 這是我高中照片 所以妳是到著照嗎 這不是在你們高中 幫忙拍照的那一位 對啊 你看還有這種鏡頭的 這是在高中那年代 像以前的寬潔 就像蝦籠罩那種 對啊 什麼張信哲那 對張信哲都是這種 那時候都是這種 就小時候 然後後來一直演化到 這個就比較像現在了 這是那時候 剛拍那個八點檔的時候 對 真的就兩位 大家評評理 真的 有變比較好 還是變糟糕 請給分 就我們兩個 哪兩位 小禎跟嘉儀 真的 真的變更美 變更美了 我也是 尤其是小禎 變年輕 這也變越年輕 以前真的老開啃 真的 不過兩位 我是覺得我會給嘉儀 因為嘉儀畢竟生兩個 對 小禎因為她本來就年輕 她很年輕的時候就懷孕 對 那妳恢復期 就本來就比她知小 對 我的年紀大才生 可是嘉儀很厲害 是穿那麼貼身的洋裝 她的曲線還是能保守那麼好 我剛生完五個月 對 我剛生完 你剛生完 你剛生完五個月 我剛生五個月 可是我發現生越多 瘦越快 真的假的 我要去找 然後她的保養 保養的系列也非常有名 然後她也是很厲害的 她的抗老的精華 她把她那個成績 嘉儀很厲害 是穿那麼貼身的洋裝 她的曲線還是能保守那麼好 我剛生完五個月 對 我剛生完五個月這樣很瘦 對 我剛生完很瘦 可是我發現生越多瘦越快 真的假的 我要去生 我這樣講明年這個時候 出生率應該很高 大家都想生 多生一點 Call me 是 我不是叫妳先生 我說我們要給Call me分數了 我又叫我去生 有嗎 有變好吧 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小Call以客觀標準 現在是真的變得更美 可是其實因為最近小Call 有在微博上PO一個 妳很早以前的照片 對 因為我們那個部落格要關 所以大家都要搬那個照片 但我就忽然發現到說 她那個時候好可愛 就是有一種自然的美感 妳以前是很可愛 但我現在是成熟 我跟妳講 能夠可愛幾年就可愛幾年 真的 長大妳會後悔 那媽媽可以聽可愛嗎 小禎嗎 他們兩個人的妝 妳個人覺得呢 可愛 我們是真的 這一輩子應該沒有緣 我覺得 如果小禎跟嘉儀 兩個人比較起來的話 我覺得小禎在 她除了變更美之外 越來越美之外 她的妝容 她的妝容的時尚品味 一直有在提升 這點是蠻厲害的 那嘉儀的話 她的體態雖然保持得很好 但是她唯一停留的是什麼 妝容 是她的妝容的技法 還停留在 應該是比較早期的那個狀態 不是早期是上世紀 Michael Jackson的音樂錄影帶師 沒有 上次來師妹姐節目的講話 她跟她說比化妝好 那我就喜歡粉粉的妝啊 妳上妝不就是不要有油嗎 對不對 對 就是妳看講對了 對啊 就是 就是要把油光遮掉不是嗎 老資朗 資深藝人 你不要把新聞解放到哪裡去 沒有啦 因為嘉儀拍戲出來的 資深的藝人 比較專業的 敬業的資深藝人 就是不准自己有油光 沒有 剛剛一路講到一個重點 妳說什麼 妳拍戲出身的 對 是拍戲的導演 表演的臉上有油光 對 我也不願意 可是 對啊 好像是這樣 所以這種妝容 就很容易看起來 比較成熟比較老 以至於像嘉儀 她如果不化妝 一定比現在年輕至少五歲 對 我保守說五歲 但我相信是更年輕的程度 好 現在不要動 你看那個camera3 我們調那個上個禮拜錄影 原來廖嘉儀不化妝的時候 皮膚看起來真的很好 難怪會被虧說 越化越老 接下來就請小凱老師來解救一下 讓她擺脫這個老氣又過時的妝容 她其實 我剛剛以為她的妝很厚很厚 其實還滿薄的耶 謝謝 可是為什麼會這麼老 她就是白 人家以為我上得很白 但其實沒有 我真的很薄 幾乎沒什麼比 好 那我們先幫她保濕一下 然後我現在幫她做的這個妝前的保濕跟隔離 是有清肌的 因為我選擇的 它是有點帶粉紫色調的 我今天也是擦這個 在打粉底之前 粉底之前 它是有點帶微微的粉紅 然後淡淡的紫色 那這個就可以讓你的皮膚 透出一點點微微的紅感 然後又可以讓膚色均勻 然後待會我要幫她用一個 現在最新的粉底 是能夠讓肌膚在上粉底的過程當中 還有這個抗老拉體的效果 這個好 好 就是這個 這個粉底是一個睫毛膏很有名的那個品牌 現在只有 最近的話就香港買得到 然後它的保養的系列也非常有名 然後它也是很厲害的抗老的精華 它把它那個成分完全就是添加在這個粉底當中 把它做成像精華液的滴管 好酷 然後它的遮蓋力非常非常好 你只要 它滿水中的一點 差不多兩滴吧 就可以化完全臉 好省喔 好貴嗎 這個 它很貴吧 它不便宜 我們只要輕輕的用指尖這樣拍上去 它就可以在最薄的用量之下把斑蓋住 你看我們就是這樣輕輕拍在它有斑的地方 而且它很保濕 它很保濕 一般你要蓋斑都要用膏 可是膏蓋斑就會厚 對 那現在你用遮瑕度好的精華液狀的粉底 你這樣輕輕蓋上去它就不會卡粉 你看這邊的肌膚的那個 真的 光澤感 是不是年輕 有光 而且我剛剛擠兩滴對不對 我現在還在用第一滴 對 對耶 還在用第一滴而已 因為半年 對 然後呢 你就可以剩下的 就輕輕的把它帶到我們的兩夾的地方 對 這小力還滿強 很強耶 我覺得它的味道滿好聞的 對 然後擦上去也是濕濕的 對 看起來就很保濕 對你看起來 差不多 沒有 我們沒有畫腮紅就有 對 對 真的有拉提耶 拉提 看起來更白耶 很薄 你看我真的只用一滴板 然後呢接下來就是大家會 那我們定妝對不對 對啊 然後定妝就是粉 再細再保濕就會乾對不對 還不是就變它右臉了 就變成右臉對不對 然後又有一個更新的粉餅 又出貨 真的 買不完 買不完真的 真的買不完耶 真的 可是現在的女生遇到的狀況 越來越多 以前哪有數位相機 對不對 現在的大家的挑戰都太多了 這個我有用 超好用 對 最新的 超好用 超用 超用 精華的粉餅 超用 然後是超級保濕 可是它沒有一滴的水 也沒有粉在裡頭 有點像凝霜狀的感覺 然後呢 可是它不是已經打完粉餅嗎 對 這是粉餅 這是粉餅 對 保濕力強的粉餅嗎 然後它要搭配這個刷子 很像這樣輕輕的 所以是用刷的 不是用壓的 對 左右來回拉 那看起來好漂亮 像這樣補起來 你看眼的質感 超好多 還是有光 對 好看 所以皮膚很乾 或者是皮膚呢 在比如說面臨定妝的時候 都會變成霧調或老調的女生 就可以用像這樣 新型態的粉餅 來做補妝 對 然後呢 眼妝的話 好 因為嘉儀的眼睛 已經算是大眼睛的女生 所以一樣的話 我們的 像眼影的標準 還是以清淡為主 好 我們用一點點偏 米色調的眼影 先做一個打底 然後也是淡淡的就好 好 然後眼影的話 我們就用很清淡的咖啡色系 輕輕的在眼窩的地方 戴一下輪廓就可以了 很輕喔 好 不要看到很重的那個區塊 有 有 有 輕輕的我懂 對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畫眼線 眼影就這樣子了 對啦 這樣就這麼簡單 你綜藝妝就這樣畫啦 超正的 真的嗎 你這戲劇妝也可以這樣畫 對啊 那戲劇妝更要淡吧 對啊 現在沒有要講中了啦 看他演什麼 他如果演輕薄還是什麼 可以畫右邊這種 性家母 對 性家母這樣可能還太淡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妝很重要啊 好 我們現在畫眼線 你記得我以前 剛上女兒的時候 妝也被嫌過啊 對啊 超妖艷的 對啊 格仔戲 對 真的喔 有打鼻影嗎 我以前學化妝 還真的是看格仔戲學的 真的喔 真的喔 格仔戲中不好畫啊 你以為 真的不好畫 古裝跟格仔戲中最難畫 是嗎 嗯 你這樣才是好清楚嗎 清楚你 眼線細細的在內眼瞼的地方 好大喔 對 把眼睛比較大耶 然後我們現在做一件事情 嗯 嗯 血流 血流 血流不要信 我們要把剛剛的眼線呢 把它暈開來 嗯 喔 對 我們要用一點點咖啡色眼影 喔 把這個畫過眼線的地方 上層的地方 再露一次 露一次 嗯 嗯 就有一點煙燻了 因為它稍微柔一點點 好 再來就是睫毛 由於嘉儀是屬於短睫毛一族 蕭凱老師先選擇刷上 鮮長型的睫毛膏 接著再戴上自然款的假睫毛 睫毛瞬間就變得濃密不少呢 哇塞 這邊真的只有氣質國際女心 對 改變了底妝還有眼妝的畫法之後 嘉儀看起來變得清晨又年輕 至少比之前的妝年輕的要五歲以上呢 紅去的一路就糟了喔 一路 我是走進喔 你是走路了 我先走好了 好 好 對 這是我之前的照片 她年輕很正耶 多久前 多久前 大概二十年前吧 這麼久啊 這麼久 你故意 好啦 才五年前 啊 這五年前就這麼大 怎麼了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能壓力大了一點 心情 那時候短頭髮很可愛耶 我喜歡喔 對啊 這差不多其實是同一時期 然後這個是拍宣傳照 然後戴的假髮 沒有修過對不對 沒有 這個沒有 這是路邊的公司隨便幫我 就是隨便拍的 完全沒有修 你適合用那個 生活照 對 隨便拍 真的嗎 隨便來一下比較好 就像老師剛剛有跟沒有 隨便的那種感覺 對 要隨便 可是妳現在好像條件 不可以隨便拍那邊 小心隨便拍 很刻意的隨便拍 對 刻意的假裝是不小心的拍 那這五年妳到底壓力來自於 對啊 還是外景啊 都跟你們講過了 每天都要出外景 上山下海又吃東西 然後又睡不好 吃不好 每天醒來都在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很喜歡出外景 要找我 這是過期的問題 對 但妳這幾年真的突然成熟好多 妳真的變很多 對 好啦 所以怎麼辦 我覺得跟服裝也有關係 對 因為有時候女生開始對自己 有一點點小小的沒自信之後 服裝就會越穿越保守 妳現在來中間擺一下 那個下面那張的Pose 越來越 哪一個 這個 對 這怎麼擺得出來 可以來 左腳再後 這樣嗎 差好多 那個哪來 什麼 一個變更美 一個照中是不是 這邊是照中 這邊是變更美 差滿多的 錯是在 對啦 就是胖了那個8公斤 因為我覺得她整個上半身 看起來就變得魁魯很多 比較壯 對 而且感覺好像 而且為什麼她裸露的雙腿 其實比較細 為什麼她穿深色牛仔褲 反而看起來比較粗 對 其實因為我覺得 當然她本身已經變得比較 有一點點肉肉 豐滿 也是一個原因 可是我覺得她選擇的褲子 本身就是最容易顯老的顏色 因為我們講這種 比較仿舊型的 不是 是不是老師你教的嗎 沒有 因為仿舊型的這種刷色 通常是看起來會比較成熟的顏色 真的嗎 對 然後再加上說 一路你站起來 你看一下你上半身 為什麼 她站不起來 而且好像男生的褲子 對 我覺得 對 我覺得第一個 你看褲子 它這個地方看起來就是很寬鬆 但是這個寬鬆是感覺 是穿了很久把它撐鬆的 不是本身它修身的效果 是這樣嗎 而且後面屁股看起來好 對 來 你看 這個地方 撈老 我覺得你比我更像生過 對 看起來很好 我懷疑很久了 怎麼樣 因為我倒桌子 太可她這個畫面 送送的 如果只有這個畫面 真的很像一個 要去接小學六年級的媽媽 真的 真的 超像的 所以你就很像個媽 我想說我今天就利用同樣的結構 因為她還是比較習慣 那種帥氣型的衣服 那我覺得 我都可以 可以讓我 不要看這樣 至少穿起來 她現在還穿不起來 我沒有辦法 現在那個洋裝她會變上衣 超級 但是我覺得至少換妝以後 讓她年輕至少五歲 試試看 換妝 回到五年前 好 來 換我咧 太細了 這好沮喪喔 這張大概是2011年 當性女人我最大事 不錯 那個時候真的厲害 對 我都 我不敢相信 對 我知道 有一集我在家看節目 你演我 好 然後我演 我演 然後我在跟一軒聊天 三個人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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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預備 然後尺寸就這樣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都有拍下來 用手機拍下來 有 有 對啊 至少妳的奶一樣大 對啊 那其他地方也大 妳現在有比較大一點 更大 因為其他地方也都大了 那是現在 這張大概是2011年 剛進女人我最大的時候 那個時候真的厲害 對 我都 我不敢相信 真漂亮 對啊 我怎麼做到的 而且很少人 這可以 這可以清楚的明白說 其實我們女人的 伙食辦得很好 真的很好 對 金燕姐妳有沒有發現 她都是穿黑色 你看她以前2011年 那麼身材那麼好的時候 她也是穿黑色比基尼 對 可是呢 黑色比基尼還能看起來 身材這麼的好 因為通常她有收縮的效果 對啊 因為黑色比基尼 就會顯得黑的地方更細 露的地方更露 但是卻沒有 對 她沒有 因為現在是整個 她現在也是穿黑色 可是為什麼看起來 就比較 比較肉 或者我們講直一點 比較臉腫 其實金燕姐這個 就會顯得年輕 因為金燕姐的衣服 好大隻 對 本身是屬於 比較軟質的這種 偏向雪綁 或者是斷面的面料 因為我們都是 像小生以前 我們都很怕 穿這樣寬寬的衣服 因為這邊比較深淡 而且金燕姐的那個領片 並不是像司迪那種 很銳利的 比較 所以看起來它會比較嚴肅 嚴肅的時候 看起來就容易鮮老 因為會很像辦公室的主管 尤其是你剛剛沒笑的時候 看起來年紀會更差更多 所以我覺得 私底先用服裝去改 然後再去看醫生 看 然後去看醫生 好的 然後再去看醫生 等一下 這是你 對 現在本身走歐美名模路線 但是其實以前 本身是日雜名模 而且是日雜的混血名模 是不是 我長髮跟短髮都各有千秋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有 這比較真 你頭不正 我長髮太腰了 就是有腰艷的感覺 可是我拍照起來 沒有人在看你腰艷 大家在看身材 沒有 沒有人在看 那是你喔 對啦 這是我大概四年前的照片 然後那時候 頭髮就是急腰 那種感覺 我們沒有人在看頭髮 對 妳現在可以把衣服脫掉嗎 沒有 妳在看頭髮 妳今天在看妝 大家要看妳的衣服 妳搞一張 我們要看身材 看有沒有變 那妳搞一張 我們都是身材的 那我們就要得看身材 我承認身材是真的有 所以你在換麥克風的意思 真的要脫 脫外套而已 妳看她這邊的線條 就是腰有沒有 腰跟這裡的線條很美 可是妳看她這裡 突然撲出來有沒有 對 而且我今天已經特意穿很緊的褲子 把自己的肉繃起來了 而且妳的胸部到底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年紀有關係 這看起來大概有 Dee 他們那時候看起來有E好不好 E有 E有 E的關鍵是因為這裡面有New Bra 因為我是拍內衣行路 所以這是裡面有New Bra 然後這個又是 沒有 我看到了 又是女神內衣 她有一點點 有啦 她有一點過敏的感覺 妳的肚子 腫起來 腫起來 我還是有一點 因為那時候大概是C吧 我現在是小的卡 沒有耶 有 妳的肉跟妳的那個罩杯是分開的 妳真的胖嗎 對 我真的胖 特別 妳的肚子跟之前差好多 就胖了 然後也 而且我以前都會有線 不管怎麼樣都一定會有線 現在就是沒有線 有一點啦 有啦 妳現在有這個啊 認同那個 對 怎麼會有這個 不是啦 因為我覺得 妳的褲子太緊了吧 因為我就想說是因為要上 我不想讓自己胖 就是太胖的樣子 被發現 穿起來不是更勒 很緊的褲子 就是讓自己腿細一點 妳沒有胖很多 但是妳鬆很多 之前那個是緊的 那我們就請教小凱老師 我們要怎麼樣把這裡塞頭畫好 我有盡量就是 縮肚子的啦 縮肚子就有好一點對不對 好 那妳就說吧 好 那妳要解決它什麼 沒有 我覺得它現在 腦袋有問題 它現在 因為以前我覺得 最大的差別是說 這個時候它的氣場是非常好的 對 可以感覺出來它可能 生活 愛情 自信 都是非常好 而且有賺到錢 有 對 然後現在就是覺得說 好像比較 日式過得比較艱苦 然後情路或是各方面 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的順遇 沒有 三餐很溫飽嗎 真的 老師從妝就可以看出妳的命運的 真的 怎麼辦 對 它現在的氣場 沒有以前的那種 那種 女王氣勢 女王的感覺 以前真的是氣勢很強 妳那時候真的氣勢超強 這個時候妳接工作 妳去面試 妳一定會很多案子進來 應該把把槍 但是妳現在去就會變成 只是只不過是比較好看一點的 而且妳那時候 妳那時候 妳那時候 異性緣應該超好的吧 還滿好的 可是妳現在應該落寞了吧 對耶 有一種落寞的感覺 現在對啦 妳怎麼了 真的喔 桃花比較低落一點 怎麼辦 好 那就挺不錯 其實頭髮是好看的 好看 還不錯 只是她沒有那個 撐不起來 妳沒有妝髮的問題 對 之前臉的那個精神狀態 沒有辦法把她整體的 新的風貌 詮釋給大家看 我覺得差最多的是在 眼睛OK 我覺得是她可能在修容 或者是腮紅的部分 膚色的部分 做個調整會更好 妳換髮型 可是妳妝 沒有變換 沒有變換 可是這樣的髮型 要配什麼樣的妝 對啊 要冷 要酷 要個性 要修容 所以我現在幫她 所以她可以很誇張的修容 對 我覺得要耶 真的嗎 這種造型 穿這樣那麼帥 她剛好跟我相反 畫的是甜美的 她那麼帥氣 然後妝是很優美的 她是甜美的 然後又回不到以前 那麼的氣場的甜美 那就會覺得不上不下 亂掉 不如換一個風格 所以我決定 幫她畫 個性一點 我們用那個修容 幫她把那個 塞幫子的層次 跟膚色的感覺 做一個改變 哇塞 哇塞 這是咖啡色嗎 對 眼神出來了 然後呢 唇色 把它變 裸一點點 眉毛啦 眉毛把它變黑一點 真的喔 我還故意刷蛋它耶 可是我覺得你 你換造型 你就要換妝 你現在就是 妝臉是挺 對 乖乖 稍微把它 重點放在 眉峰跟眉尾的部分 然後眉頭的地方 我們就讓它漸層 我怕喔 我怕 這樣好看 重點 好啦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好看 就這樣 大幅度的修容 搭配裸膚的橙色 並加眉毛畫得更深一些 俐落的妝容 還有帥氣的短髮連成一氣 成功地換來一個新的風貌呢 那我們來看看 來 兩位大隻佬 大隻佬 對 去看醫生之前 瘦5公斤 歡迎他們 乙露有耶 乙露 而且明明是 都是發亮的顏色 乙露你回來了 看 兩個人 看起來就是符合他們 應該要有的年紀 甚至在降臨了 大概5歲左右 所以乙露這樣看起來大概 你說25歲 其實大家會相信 真的嗎 會… 其實剛剛大家有發現 乙露原本穿的也是襯衫 然後原本穿的也是褲裝 所以我就延續原本的那個味道 去把它整個做不同的詮釋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其實你用原本的基底 但是選擇不同的顏色 跟不同的面料 跟剪裁的時候 其實完完全全 他的年輕感會不一樣 比方說上半身來講好了 因為他剛剛選擇的是那種 削尖型的螢光色 對 所以他會把肩膀 反而是看起來更魁梧 但是呢 因為現在已經接近秋天了 所以我覺得 對肉肉的女生來講 是一個福音 因為這個時候呢 我都忘記來了 對他們就可以 多穿一些修飾自己身型的衣服 所以長袖的衣服就可以出籠了 但是我們還是選擇怎麼樣呢 我覺得年輕的女生不要選擇 太硬挺直材的襯衫 選擇比較軟的直材襯衫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沒有威脅性 沒有侵略感 那人也看起來會比較年輕 那另外一個點就是 因為女生的這種雪綁襯衫 它基本上在袖子的旁邊 它還是會有一點 泡芙袖的感覺 這種泡芙袖的感覺 也會增加一點點 女人味的氣息 然後我們再接上褲裝 其實我覺得 像她今天這樣穿 就真的很像是那種 歐美時尚部落客 每天的街拍 其實東方人 我覺得可以多挑戰 因為我們東方人的女生 大部分是寬骨比較大 大腿根部比較肉 可是我發現市面上 不是市面上 就是現在街頭上 很少女生喜歡穿這種 所謂的老爺褲 大家都喜歡穿很崩的 那種牛仔褲 要不然就是很崩的內搭褲 然後整個腿就會看起來胖胖的 其實老爺褲 對我們東方女生來講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第一個 它可以藏住我們的臀部 它這邊褲擋是夠鬆的 所以你會看到 這兩邊還是有垂墜感 它不會是整個服貼的 可是它為什麼顯瘦 因為它往膝蓋以下的地方 它是越來越貼我們的膝蓋 貼我們的小腿 所以看起來整個人是抵直的 那盡量我們還是把褲管捲起來 選擇一個比較高防水台 同樣色系的 不要讓它有所謂的結色的問題 結色塊的問題的話 我們腿會變得比較長 那當然如果你要再搭 其他類型的單品 我也建議有一些可以選擇 比方說 像今年很流行這種 所謂的披肩式的這種外套 像這個衣服一穿上去以後 我們不是很多看到巴黎女生 很喜歡搭一個大披肩 很隨興 可是我們東方人不知道怎麼搭 比較少看 可是今年就有很多這種 它就乾脆幫你做好 對 它就直接幫你做好 底下有流酥 然後它有兩塊的拼色 你看有這個淺灰色 跟這個奶茶色 所以剛剛小禎問到 就是說如果是大地色系 我們怎麼選 選擇帶有白色或帶有紅色的 比方說奶茶色 或者是這種香草色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白皙 可是如果你選擇的是橄欖綠 選擇的是這種辣黃色 那看起來人就會比較深層 所以這是一個概念 那當然還有其他類型的外套 比方說像比較硬派的 如果說以路穿這一種 比較短板的 有時候他想要再 稍微帥氣一點點 他就可以穿這種短板的 它穿這好看 齊式夾克 好看 那當然有一個效果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時候擔心 裡面的螢光色會放大 那我們就會 利用外面的深色把它壓進去 然後是短板的一個造型的時候 你不必用任何的腰帶 像這個褲子它也很特別 它是用鬆緊帶 所以我覺得有些女生 怕腰圍的問題的話 你選擇這種鬆緊帶型的褲子 你就不會去擔心這個 塞不進去的困擾 然後它是短板的關係 所以整個腿型會看起來拉長 亮橙色的四隻襯衫 搭配格溫的老爺褲 不僅讓氣色變好了 連腿型也拉長了不少 外搭毛利的外套 或者是皮外套 都很適合溫差大的秋天 可是在胸下 女生最擔心的地方 她開始要做直線條的切割 做直線條切割以後 兩邊是 我覺得絲底是我讓她恢復成 她2011年那個時候的樣子 也就是說 我發現絲底剛剛的照片 都是黑色對不對 然後妳自己今天穿的也是黑色 可是為什麼妳剛剛穿的黑色 反而是嫌老 因為她的剪裁看起來會比較成熟 所以我希望恢復她的身材 可是畢竟她現在的身材 離2011年還是有一點要努力的地方 就是肚肚 還有哪裡 身體變比較厚 手臂 所以我覺得我先讓她手臂 整個包起來了 然後所以我們選擇一個短袖的 大家可以發現到 你看喔 這個衣服本身她的剪裁 她的胸線以上是橫條紋 胸線以上橫條紋的話 當然是會膨脹 可是膨脹在這個地方反而是好的 因為會讓妳的胸部看起來更豐滿 可是在胸下 女生最擔心的地方 她開始要做直線條的切割 做直線條切割以後 兩邊是大塊深色的黑色的時候 我們在正面看 妳就會視覺上會覺得她的腰身很細 大概只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因為她現在後面是彩色的 妳這件衣服只能是夜店晚上 因為整個環境都是黑的暗的 然後妳的黑的暗的 只剩下那白天 她好鬆 這白天這樣 不能穿這樣 晚上效果會更好 然後再來是腰帶的部分 其實我腰帶並不是讓她真的束腰 而是讓她的腰線出來 腰線出來 所以很多女生在綁這種 洋裝式的腰帶的時候 會把它綁得很緊 我建議就是說 你只要做出一個曲線就好 千萬不要綁得太緊 有 那種都砍進去有沒有 妳肉會砍進去 坐下來直接砍進去 坐下來會卡進去 皮帶會 皮帶會消失掉 所以我建議 它只是做一個修飾的作用 底下當然再配上一個 可以露出 盡量能露出腳背 多少就露出腳背 把妳的腳背延伸 因為斯迪的優點 是她的腳 所以我就讓她的腳 多出來一點點 然後呢 其實斯迪這樣的裝扮 也可以變得更年輕的感覺 比方說其實 秋天的時候 斯迪穿得下這個嗎 秋天的時候 其實很流行這種紳士鞋 我覺得有時候你要年輕化 並不是說要凸顯所謂的 腿一定要多長的問題 而是說讓 不管是異性或同性 覺得妳很好親近 然後妳很可愛 因為她本身腿的條件 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她是有資格 穿平底鞋的 然後呢 再穿上 今年秋天開始一樣 好樣喔 流行 非常流行 棒球外套 甚至呢 到了秋冬 一樣 棒球帽還是很流行 對 這種棒球帽 到底要怎麼戴 請問 我再講一次 因為大家常常這樣問 看瀏海 比方說妳瀏海 在這一塊的面積比較多 那妳就跟她做一個對比 妳讓帽子放在 瀏海的對向另外一側 這是今年最流行的戴法 橫條紋拼接直條紋的氣質洋裝 讓斯蒂的肉肉手背 還有肥肚肚童 通通都變不見了 腳上再搭配上 一雙魚口的涼鞋 看起來 是不是變得貴氣又時尚呢 好了最後 小凱老師還有沒有要叮嚀我們的呀 我覺得呢 要讓妝容年輕呢 最重要的是呢 就不要太過的追求完美 把自己逼死 因為有時候妳的妝容 留一些些不完美 一些不經意的缺陷 反而是妝容年輕的關鍵跟秘訣 當然最重要的是 想要讓妳妝容年輕又時尚的人 不要錯過了這一本 年度大作 超美麗 裡面呢 有很多妝容的作品收錄 然後有一個是 欣梅姐的那個經典造型 哪一個哪一個想看 那個點點妝 哇 對 都有收錄50張作品在裡頭 然後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步驟的 然後呢 有一些素人他們的一些美麗心得的分享 對 對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看了很感動的就是裡面呢 除了就是 陽光基金會的朋友 他們參與在這個製作裡頭 然後每一個人呢 就是很勇敢的把他們的 就是 傷疤啊 對 很清楚的這個 呈現出來 勇敢 這個勇氣是值得我們大家好 對 這個鼓勵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我最愛的團隊 這是女人我最大的團隊 對 對 就是高的高 小的小 瘦的瘦跟 不夠高 豐滿的豐滿 真的各有錢 然後呢你知道他們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老師的一雙巧手 真的有力 超有帥鼓勵 對不對 對 鼓勵很高 因為總不能看你們的 before after 再來看一下 before 好入人喔 是不是 除了before after之外呢 裡面的文字是在敘述 每一個素人他們變美的信念 跟他們的生活的一些點滴 所以這是變美當中 除了技巧之外 還有一些觀念上面的訊息 都在這本書當中有收錄 還有這個 對 重點是很多贈品 然後我不懂的是這一片 我以為是紅包可以抽 這一片是 你買到這本超美麗新書的同學 每一本書都有附一張這個女神面罩 因為這個封面的面罩是紙雕的 很漂亮 每個都不一樣的 不是啦 不是啦 就是它是 是用中間那個 我設計的 然後請一個紙雕的師傅幫我畫出來 然後帶上去 所以我為了讓每個女生在家裡 或者是偶爾呢 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想要複製它的時候 就可以把那個紙雕呢 放進去 這個很棒耶 好酷喔 好漂亮 很漂亮耶 對 這個是只送不賣 對 然後回去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剝一剝 對 因為它本來是這樣一片嘛 你就一片一片把它剝下來 所以這本書呢 就是大家最值得珍藏的一本彩妝 哇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